8个动作每隔30秒一共4分钟 做完之后直接送走了 这还哪有力气跑步啊 真正有效的热身是轻松不累的 非常精准的帮你激活你的心肺肌肉韧带和关节 以下是真正有效热身的4个简单的步骤 帮你改变觉得热身内不想做热身的错误看法 记得动物教授点赞手段下来 第一步超慢跑1到2公里 要多慢有多慢怎么舒服怎么来 好处是让你的心肺肌肉热起来 给你的身体发出信号 我接下来要运动了 第二步激活你的关节 这个很重要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 给你分享4个简单超有效的动作 分别帮你打开肩关节 宽关节 膝关节和踝关节 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 让你跑步时关节润滑度更高 当然就不会轻易受伤了 第三步激活你的韧带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帮你把左右腿的卡筋术充分热身开 好处是跑步时你的动作会更舒展 抬腿不费力 另外很多人跑步时膝盖外侧出现疼痛 它90%的情况下是卡筋术没有热身好 并不是膝盖出现问题 第四步激活你的肌肉 别乱跳 分享6个简单有效的动作 帮你精准地提升你身体各个肌位的肌肉弹性 第一个行进间抱头助膝 激活你的核心肌肉群 主要是背部腰腹以及臀部的肌肉 第二个行进间俯身大腿环绕 激活你的大腿后侧火生肌 这是你跑步的主要发力肌群 第三个行进间抱腿抬膝 激活你的臀部肌肉也是你跑步时候的主要发力肌群 第四步 交叉步跳 激活你的小腿肌肉 让小腿更放松更有弹性 第五个 后踢腿跳 激活你的大腿小腿肌肉群 找到发力的感觉 第六个 马克操 可以锻炼你全身的协调性 非常有用的一个动作 刚开始做会有一点点不协调 非常正常 收藏这个视频跟着练习三天就会了 这样下来才是一套完整科学系统的热身 可以让你的心肺肌肉关节和韧带都准备好了 所以一定要试试看 别忘了关注我 首页还有400多条跑步实用肛活